伦北兄,老厨社区发展客户关怀古典 头过农业保随保署的日式照顾计划 邀请到中阳老师来到中阪,妮保 虽然之前,中阪都已经有五位、六位、六位 但是这次,妮村两种食材 让他们感觉是金家特别有个处理 希望未来有金家座库库 让他们感觉做出金家座土地的作品 用家座库家库家库家库,展现他们的妮保 伦北兄,老厨社区发展客户关怀基点 这次邀请老师来让阿公阿嬷提供妮保 妮保一项处理的库库 你这也是库库,头过农业保随保署的日式照顾 极为所基盤 希望中阪在库库中有新的客户 并放肯定他们的生活 第一次来啦,你们这个妮保 真处理啦 美妇保 做这个呢,膝盖妇妮保 处理处理啊,似不似不似不似的 我做社区呢,今天呢 水保署绿色计划建设第三年 然后今天呢,也是染布的试程 那今天比较特别的是 套染跟双色彩衣染的部分 让他们会体验更多不一样的染布的技巧 其实社区中阪,之前已经体验过不一样的妮保风湿 你这次用新的风湿,来让阿公阿嬷合湿 老师跟中阪用两种湿水的妮湿 加上手脸,后宝有不一样的导游 希望他们在妮保的过程中,来当手又当脑 我们之前长辈已经体验过洋葱染 植物底液染,还有蓝染 那我们今天特地让长辈知道说 黄色加蓝色,变成绿色 所以他们第一次先用质纸 把它涂染成黄色 在绑好以后,绑染以后 就变成蓝染下去,变成绿色 所以你看有绑到的地方就是有黄色 加上蓝色的地方就有绿色 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活用他们的脑力 也训练他们的手力 你看他们像帝金绑得非常紧的地方 就是黄染的很好 就黄色、白色、蓝色都分离很好 老厨小区有很多好胜 又有差别的外动和库町 也是中部的有幸福,都可以来参加 做会健康、快乐老化 记者,夏宜新,彩虹卜兜